《 魔獸》 萬眾矚目的魔獸電影《魔獸崛起》 上映了好一陣子 玩家們你是不是都看過了呢 儘管影評和北美的反應不佳 但全球粉絲依然相當捧場 讓他超越了《波斯王子十之刃》 成為最賣座的遊戲改編電影喔 這一次電影改編的劇情 時間點和現在魔獸世界平行時空的德拉諾之霸大致相同 也就是在魔獸世界更早之前的魔獸爭霸 瓦里安和索爾等知名英雄 都還是小孩或是嬰兒的時期 所以許多在魔獸世界才加入的玩家們 才會覺得既陌生又熟悉 而電影雖然改變自以遊戲為本的小說與漫畫 但也有許多屬於自己的設定 今天電玩瘋就要來和大家聊聊 電影版的故事和原作有哪些出入 以及一些有趣的內容 不過還是要先提醒玩家們 以下的內容可是滿滿的雷 還沒有看過電影的朋友可要自己斟酌喔 首先就來說說電影的主角安杜因洛薩吧 電影中的洛薩一如原作中所敘述的小勇善陣 只不過原作中此時的洛薩已經五十多歲 並不像電影裡面看起來那麼的年輕 而原作中洛薩曾經為了尋找神聖之書 而進入死亡礦坑並且受困其中 但電影中並沒有提到這一段故事 至於魔獸世界無印年代 由奈法利安身上所掉落的著名史詩武器 AL 阿什坎迪兄弟會之劍 由於洛薩的英文縮寫也是AL 並且身為鐵馬兄弟會的一員 所以一直有謠傳說這是他的配件喔 再來看看大反派獸人術士古爾丹 他原本是透過惡魔瑪洛諾斯之血來腐化獸人 不過在電影之中則是直接施法就能夠腐化 而在原作中身在德拉諾的古爾丹 是因為收到麥迪文的慫恿引誘 才和他一同建立黑暗之門 讓獸人入侵艾澤拉斯 這也和電影中的故事很不一樣 至於女刺客加羅娜可能是變化最多的角色 原本他是古爾丹和麥迪文之間的雙面間諜 甚至還和麥迪文生下一名同時有著獸人 德萊尼人類協同的小孩麥迪安 不過在電影中則是轉向了 和洛薩產生了一段曖昧之情 魔獸世界玩家們相當熟悉的卡德加 雖然在電影中他是從齊倫托半途而廢的學徒 但在原作裡 其實他是齊倫托只派給麥迪文的學徒 同時擔負監視他的責任 在未來的軍人天下資料片中 玩家也有機會去了解他在卡拉戰的這一段往事喔 另外雖然電影也是由卡德加 發現麥迪文的秘密並且打倒他 不過在原作裡 卡德加在交戰過程中中了麥迪文的法術 導致年紀輕輕的他 外表也變成了一個老頭的模樣 而原作中麥迪文的死 同時也導致了正在和他心靈交流的古爾丹陷入昏迷 竟然讓奧格林毀滅之錘打倒部落大酋長黑手 掌握了部落的大權 更進一步統領部落大軍攻陷暴風塵 同時奧格林在原作之中其實是黑石氏族 也是大酋長黑手的副官 而不是電影中和杜洛坦一樣同屬於雙狼氏族喔 不過不管是哪個版本 他和杜洛坦都是好朋友 並且也都是由杜洛坦告知他古爾丹的陰謀 進而決定起身反抗 至於杜洛坦的死 雖然電影中他是被古爾丹本人殺死的 但在原作中 他卻是被古爾丹派出的刺客所暗殺喔 雖然電影的劇情和原作有不少出入 不過就像漫威一樣 同樣是跳脫出漫畫的設定 配合電影的時間和表現方式做一些適度的修改 最後另成一個電影的宇宙 能夠看到眾多經典的場景在電影裡面重現 應該就讓眾多玩家們感到相當興奮了吧 最後當然還是希望 Blizzard 和電影公司能夠早日決定開拍續集 讓我們能夠繼續在大螢幕上 看到更多魔獸英雄的英姿囉